各位观众大家好,柱姬入世 今天又跟大家讲一下智慧了 柱姬兄你好,晚安 今集就要跟大家聊聊有关老美的情况 拜登最近手忙脚乱 很多盟友似乎都是逐渐 就抵不住了,就说要走了 博雷利就说欧盟不会跟随美国对华征关税 外交部也说了,保护主义是没有钱 这个是没有前途的 包括夜户也不太好 柱姬刚才跟我说夜户也想了 我明白了,夜户绝对是 绝对是一个夜户 大家知道是说谁 如果大家有听鱿鱼角就很清楚 而且现在拜登真的很投行 他的儿子肯定有事 但是我们的节目 我们不是跟大家讲新闻 我们分析这些新闻背后的一些情况 所以就未必会有时效性 但是起码是会有永续性的 什么叫永续性呢?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走下去的 只要他不改变的话 一直这样直接走到尾 比如我们中国都有永续性 我们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富裕为人民服务 这些从来没有变的 最重要就是不忘初衷 不忘初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 既然是这样 现在世界这么多局势 我们有策局 有分析 有智慧 是吧? 就是我们有几位重量级的嘉宾 是吧? 数一数好像十只手指都有 真的很厉害 当然我们要分享一下 和其他节目不同的 不是报新闻 而是看一件事背后是怎样 所以今天跟大家谈一谈 相关的情况 节目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订阅赵柱基的频道 和戴卫尔的频道 留言 点赞 分享 看广告 这个一定要讲的 喂 朱锦卿 是你的 怎么看呢? 戴卫尔说的一件事 都是讲的 Joe Biden 左之右绝 可以解释 都是有些 叫做新闻的 新闻就是 相信网友都看过了 伊巴 开始说有 拜登就做了一份 叫做停火协议 那停火协议呢 看上去挺好听的 他都说 这个小巴已經可以了 我就会叫夜虎 按着他做 逼夜虎 當然是 喊契干喊他 喂 老友 我就有幾個月 你多捱幾個月都不行 就多捱四個月而已 你現在和我停火了 那停火协议 六個星期內 停火六個星期 很快就放部分人質 然後又怎樣再談 最終達致和平 那一開始 夜虎呢 就 都回應了他說 都同意的 但是很快 又被他自己 那幫耳朵那些 極端主義 沒有啊 我們沒有說過 他說而已 我們沒有想著停火 我如果不殺盡最後一個巴仔 我都不會停的 這樣挺搞笑的 兩個都是一個叫做一個國家領導人 說這些出來 就好像很兒戲 還有根本就 他們都沒有經過 自己都沒有搞定 後來幾個小時 又發了一個不同的說法 那一份叫做停火協議 看來都開始腹中 那講來講去 復國主義就說 停火 暫停停火 你先放殺人 放殺人 再打不打呢 再說 你傻的嗎 我經常看那些電影 有些人就很有趣 有個匪徒就把槍 把刀劫持他人 接著就把槍拿進去 警察進去 你不放下槍就把槍放下槍 那些警察真的把槍放下槍 把槍也放過來 就是這樣 你說耳朵提出這樣 你先放殺人 你先放下武器 那我就停火了 那你放完之後 我再打你 你什麼都沒有了 就看那些電影 就是這樣的邏輯 那個警察拿槍出去 他拿一把刀 指著那個女人 接著說 你扔下槍就把槍踢過來 他真的扔下槍 接著他拿槍就把警察放下槍 那就是搞笑 就是國際層面 還有一些這麼搞笑的事情 就是好像當人是傻的一樣 那你看這宗新聞 有沒有看到 200個局都沒有那麼容易拆 你說如果是 衣仔和巴仔現在是不是在講掃槍呢 我覺得這樣就沒有權掃槍 其實衣仔從來沒有想著 那些人質的生死 你這樣炸發 把整棟大廈炸下去 又說放水灌過的地方 那你不知道 你那些人質是在他手上藏 在那些地方的 他沒有考慮過的 他照殺的 你這樣說 放了人質 那你不要放了 那巴仔你怎麼那麼蠢 我放了之後 還有你所謂的停火協議 你放了先說 到時候你可以再炸過 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當然先抱著人質 所以這個是死毒來的 如果說會不會 耳仔我退一步 那如果你放了 我就答應撤出架殺 我就停火了 我撤出去 我不再進來 那以後怎麼安排呢 這樣擁有系列的安排 最後就撐了一個叫做公道白 能夠做一個公道白 我相信在世界上只有中國 我們中國是講一個公道 和嚴出必須 不像其他國家 說過的話就不算 明斯克歉爾就是 俄烏戰爭的源頭 當年明斯克歉爾說過的話 俄羅斯和北約都談了 那麥克歉爾就是德國的總理 後來自己說 其實我一向都沒有打算執行的 我想拖去時間 我想拖去俄羅斯時間 我們想令到烏克蘭的 培養他的軍力能夠對抗俄羅斯 是爭取時間而已 那這就是整個世界 現在的領導人真的沒有了那個 那個誠信 那個信任 那我們中國做一樣的就是 經常被人說是愚蠢 但是愚蠢 是你怎麼看的 我現在一次被你欺騙 兩次被你欺騙 我和你講話做了 好像和這個馬英九 然後當時和他簽了AFA 就是說那個服務協議 是讓你給你台灣 那我們一直在做的 那很多人現在就在救病 就是你們共產黨大仁大義 早點餓死他們就很多窮臺 怎麽樣還可以一直讓你給他們呢 每年賺我們幾百億美金 賺了一些錢拿去買軍火 那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大智慧在中國那裏 什麽叫大智慧呢 捨得眼前 我捨得 我給你 我起碼被人看到我做了 我做完了 你說如果九二共識的基礎下 我就會讓你給你 我是會幫你 其實我和全世界 你台灣除了半導體 其他所有的工業產品 全世界買到 不要那個全世界 就算我們自給自足 我們中國自己的內地 完全是買到的 那我們這些農產品 什麽 其實可能有些 是台灣出名的墓年那些 其實這些東西 不只是台灣才有的 我們中國自己都有產能過剩的 真是 這些農產品 什麽做得到 我們現在在新疆那些大棚 什麽水果做得到 我們連紅酒都做得到 只不過我們堅守那個 跟你談了 我們不會違約 但是現在 你現在證明到你台灣 喂 我們有幾百項的服務協議 我們的減關稅 免稅 給你進來 但是那時候說了 你台灣要逐步 將一些對等的關稅 要減 要對等的減免 但是你沒有做到 我們做了幾百項 你現在才知道那一百多項 是無關重要的 那你沒有做到 那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短線來說 那些人就會說你 你愚蠢 有時候我覺得 誠信的信任的建立 是要付出的 你不可以將一個對方 你一邊說他不守承諾 自己又去違約 就是你用這樣的標準 吃虧一點 但是你建立了一個信心 一個被人看到 就算你吃虧 我也去君子不喜無神 我不會玩狡猾 我講得出了一道 那如果那些人說 這麼不喜歡共產黨 你數給我聽 他有哪一件事不算數 當然也有些人說 你共產黨不算數就多了 答應香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現在不是 那這件事就是說 你自己是有一個錯誤的價值觀 我們一國兩制 你一直拿兩制 不說一國 說你沒有守承諾 那我們現在在說50年不變 我們沒有變 現在都是香港人 港人治港 那或者是 中國可能會有一個不守承諾 就是說50年後我照給你 是用現在的方式 我不需要你跟著那一套 我不需要你走下來那一套 那算不算違反承諾呢 那當然不算了 因為我50年不變 我都沒有說過 50年後必變 我們沒有說過 50年後一定要變 那我到那50年後 我照給香港走回第二套 仍然令香港有一個 獨立的國際地位 如果一國兩制行得好的 不影響國家全 永遠走下去 這不是我說的 中央說的 一國兩制是好東西 為什麼不用呢 為什麼我們要改變它呢 那當然如果你利用一國兩制 只說兩制不說一國 還有說河水不犯井水 只是說你不應該 你干預我這麼多 你不應該要給意見指點點 你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人大釋法 應該什麼 那就是你自己的偏見 從開始起草基本法 都是知道 基本法的權力來源 是來自人大常委 是釋法權 和解釋權 全部都是立法者 就是人大常委 但是那些人就是看不看 只是拿著一句 河水不犯井水 你怎麼犯人 但是你香港 縱容這麼多人 那些法輪功擺了幾十年 那你這些是不是河水不犯井水呢 那你不停在搞那些六四 那些虛假的新聞 那你政府又不理 你普通的這個社會 很多人還是在那先鋒點火 不停地去抹黑大陸 或者無論你說的東西是片面 斷章取義 還是完全造假 但是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的目的就是抹黑大陸 就是不要跟我說 一件事 你就抽一部分來講 他說我做的事情 全部都 我們35家 我沒有犯法的 這些是言語藝術的 他還說這件事不是叫初選案 你要顛覆國家政權 不是初選 初選是沒有辦法 就是舉個例子 有些事情你的目的是想做什麼 你想做一個犯法的事情 非法的事情 但是你的過程 每一個單獨的行為 都未必是犯法 或者直接是法律的 沒有說不行的 那我舉個例子 有些色情人 經常被迫地鐵搏 好了 有個色情人 在金鐘搭去尖沙咀 尖沙咀 尖沙咀是專門選最迫的那一節搭 專門選領女兒 就迫過去 那尖沙咀下車 又搭回到金鐘 又搭多次 來來回上班 下班時間 就不停地搭 那你說他搭車 哪一條法例不讓我 在尖沙咀回到金鐘 或者留了東西在金鐘 去到金鐘 我回想起 不是的 我要先去尖沙咀 那我又搭到尖沙咀 你現在就是35家的人的理論 我們參選有什麼問題 我們這些都是基本法授予我們 否決財政預算案 是什麼 但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是做政治人物 你現在要搞政治 你現在最基本的誠信 拿了小學雞東西出來說 哎呀 我去了尖沙咀 忽然想起要回到金鐘 為什麼先生 你專擠最迫那個來來回回 這樣走這麼多次呢 你不可以說我搭地鐵就是犯法 但是你 被人家投訴你 你現在 女生說 這傢伙在後面逼我 飛禮我 你為什麼只有我飛禮這麼迫車 那看那個攝影機 哎呀 女友 麻煩你解釋一下為什麼 你整天都不斷來回來回 專擠迫那個來搭 專擠那些美女在後面 迫過去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意圖 你們誠信有些東西 不可以用一個這樣 你說我做這幾樣東西 都是合法的 你單獨一個行為 一件事 你可以說拿出來說 這件事我沒有犯法 我搭地鐵合法 迫也不行 我要迫 那它迫也不行 但是我就問你為什麼你要這樣 有些事情呢 如果你說成文法 那它是沒有犯法的 它搭車它沒有一條例 就是說法不禁自家可違 那你法例是不准 那不准我回答的嗎 最多我遲了時間會罰錢 那地鐵有條例的 好像是 一張票超過多少個小時 又不知道要計全程 什麼樣的 但是你也沒有犯法 但是你加起來就是 那就是講這些做政治的人物 我覺得那個信 誠信 誠信 是 它完全不懂得玩政治 就等於現在看到 周拜登那些 你自己的兒子 他兒子 那些東西 痛了天 那麼 打壓阿特朗 我對阿特離譜沒有好感的 兩個都不是好人 但是這次他敢告特離譜 他都比特離譜更離譜 他叫拜離譜 擺明就是一個打擊 一個政治打擊 但是他說 那我那個DA 就是那個檢察官 收到這樣的投訴 我們有這樣的證據 就告他 那為什麼你要把那個宣判日 擺放在11月初呢 因為要報名參選 就是那個判決 要來打擊他 那又有民事訴訟 給一個天價的罰款 好像罰了八個億 一個老老人說 我記起四十年前 他非禮的我 那他也進去 接著特朗普就罵他 那些人的樣子 我為什麼要非禮你呢 那是 每一件事都是有理由的 但是全部從街上來 我是不是看到 在拜登政權 他的民主 他的司法 是不是已經荡言無辭呢 他的誠信在哪裡呢 就是你口上面說 我一切依法辦事 但是其實 他的所謂依法辦事 是在他自己的權力底下 他用哪條罪告你 在哪裏告你 紐約州一個D.A. 你去看他選擇 他們民主黨的那個賊 那裏來起訴他 在那裏判 而這件事 你說那些罪 只要其中有一件 他可以貼到紐約州的 他就說我們要起訴你 那說每一件事都是有根據 每一件事表面上都是合法 但是你一連串的動作 那麼多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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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幾宗案還沒有告完的 他拿了一些 classified的資料回家 其實每個總統都有的 每個總統卸任 或者還沒有卸任 都拿一些資料回家 會慢慢看的 而拜登也有 那麼那個D.A.就起訴了 就說 因為拜登一說 他就拿出來 所以我就不告他了 那麼這個 是不是誰當權 就誰立法呢 這些這樣的所謂的政治人物 我們看到就有幾可笑 就是我們想說這件事就是說 不要這麼自欺騙自己 有些人的意圖是很清楚 你跟我說程序公義 跟我說法律就是寧眾就密枉 只要有疑點 我們就要歸於被告 那麼很多事情 就是等於全世界在攻擊著 他在罵普京 你就invade 入侵烏克蘭 所以我全世界都要搏割他 你中國 我知道你沒有致命武器 不過你賣了一些 冰冰大褲啊 棉褲啊 羽絨啊 都可以的 冬天打仗的 你就賣了一些大米給他 他拿去做軍糧 賣了零件 零件的螺絲 可以用在那些卡車上面 哇 這樣就抓了中國的水 他說你invade 你說到他是 入侵 所以就要全世界去 圍攻他 圍堵他 那麼你美國現在做多少軍隊 在敘利亞 有多少軍隊在利比亞 依賴克 你還霸著人家的油田 天天搶人的油 偷人的油 但是也有很多人信他的世界 很多人還是信他一套的 是啊 普京不對啊 是他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權責責他 我們中國就有權 做一個公道白 從來都沒有承認過 俄羅斯入侵烏克林是正義的 我們外交部從來都說 我們尊重國土主權 我們不贊成 我們不支持 你說 蝦仔襲擊 我要譴責這些恐怖手段 但是你這樣殺人 都是恐怖手段 我們都要譴責 所有對平民的殺傷 我們都要譴責 我們這個是放得很正的 一路這個位 不會說跟著這個 這邊邊有好處 我就偏邊邊 我們都知道 中國的關係順寒此亡 但是也都不代表 中國可以沒有底線的支持俄羅斯 做一些違反國際法 違反聯合國憲章的事情 我們始終是一個公公道道 我們說得出盡 包括很多以前是國民黨時代 就是我們七幾年入聯合國之前 由代表中國的國民黨去舉手 因為我們是代替了國民黨 驅逐國民黨出去 而是全世界承認 中國共產黨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的政權 我們一直都會 無論是不是我們 現在共產黨的決議 我們都會承認 這些就是我們中國做的一個 我們在建立一個公信令 從現在建立上來 已經除了是那些有利益衝突 就是想吃掉我們那份責任的國家 所有比較客觀一些 和沒有利益衝突的國家 都會支持中國 認為中國 誰都不相信 我是相信中國 很多發展的國家 是找到一根稻草 因為以前 有些國家是不敢說的 天下苦味久矣 他們就算想說 都不敢說 但是現在有了中國 是很多事情 看一看中國 起不起身 舉不起手 他們才起身舉手 這個是一個 不是說一朝一夕得回來 我們是付出很多 洩帝了很多 才做到今天 我們以誠信 以這個建立到的公信令 去帶領中國走向國際 我們國家現在採取的方式 很簡單 我們和所有人做朋友 就不會說某些國家好些 某些國家差些 當然 合作的方式 我們當然不同 譬如我們 全天候協作夥伴 這個說法 就非常之厲害 大家知道什麼叫 全天候協作夥伴 什麼叫協作 什麼叫合作 我們分得很清楚 當然我們和所有國家友好 但是我們的戰略 其實就正正說 給所有人知道 所有國家知道 我們是會有層次之分 就不會說 一美去接受 所有人的一個做法 或者看法 那問題來了 有很多國家就覺得 你中國是堅還是流 當然 我膽敢說一句 我們中國當然是堅 怎麼會是流 那堅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看到 現在對於我們國家來講 有一點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們希望和全世界做朋友 那剛才柱經說過 什麼叫左支右撮 那其實拜登 現在真的是左支右撮 真是完全搞不定的 因為他根本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夜戶那裡 就沒有辦法去實行 他美國的一個戰略 因為大家都看到美國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 他都是我說什麼 你照聽就行了 他實在不習慣 他老爸在那裡指點點 說你不可以做這樣 不可以做這樣 所以他有沒有充分溝通 其實完全沒有的 總之我就立了這個法案 你就要跟 你不跟呢 你就對我不住 復國主義那邊 是一定要將 加沙那個地方全部拿回來 甚至約彈河西岸 都是要全部拿回來 原因就是 他覺得那個地方是他的 不應該是其他國家的 那對於拜登來說 他有一個最大的難處 就是他收了夜戶 他們那個國家的錢 所以他們必須要跟著 夜戶的做法 但是拜登有沒有辦法去反抗呢 其實是完全沒有機會反抗的 我們看到現在聯合國 有20個專家都說 應該要承認 巴勒斯坦國的地位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必須要做的 那還有 明斯克協議那裡 馬克爾擺明就是為烏克蘭爭取時間 之後趕了出來 那對於普京呢 就是我始終都是覺得 馬克爾這個是善意的提醒 你不要覺得西方是 你很值得你信任 其實西方是想你死的 那馬克爾其實到這一刻 我們看到他已經完全退出政壇的了 那林別鎮嚴地告訴普京 你千萬不要相信我們 我們都是曾經在共產黨 大家知道 某一爾曾經在東德裡面服務過 是不是 那和普京的關係都非常密切 原因就是提醒你 這裏信不過的了 不如你自己另外找出路吧 出路只有一個 我一向經常去訪問哪個國家 我上任了這十幾年裏面 我經常去的地方就是中國 中國信一個 你跟中國就對了 提一提 所以普京呢 就這樣做了 那就合理了 那其實我們見到 作為一個領導人 或者普通人 我們都會說這個字 中文真的很特別 我很喜歡中文 所以我讀中文就是 中文裡面就說人言為信 你在人說的話 就代表你有信任 其實西方都有這樣的應用 但是西方有沒有做到 其實是沒有的 我們的象形文字就很明確了 其實不單止象形的 我們錄書的 其實我們中國文字 方法文字 人言 就是你說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信任的 所以人言為信呢 是我們從小到大的 一個學習的一個標的 還有儒家的思想 是我們在社會裡面 我們必須要遵循的 因為你有層次有階級 這個階級不是說不好 而是你有沒有尊重 人和人之間有尊重的 那你對父母 對子女 到你爺爺媽媽 你都是有尊重尊敬 你沒有可能說 喂 我跨越過你 喂 你一爺啊 你還有我媽媽 那我對你好沒有禮貌 這個真的我們接受不了 但是西方是否接受得到呢 我相信他們也未必接受得到 因為這個我覺得是人類的天性 那中國人 其實是否真的很愚蠢呢 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那大家聽完《全經》這個節目 明天一定要看《冷眼兄》這個節目 我先宣傳一下 《冷眼兄》說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棒 很深入的 我覺得是完全符合 我們中國人的一些思想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們最希望呢 就是跟全世界講 我從內到外 我都是一致 中國人 一定要耐性外王的嘛 我們不需要只是外王 外面很強大 沒有意思的 你裡面有沒有一個本質在呢 這些才是真正的軟實力 如果你內在沒有本質 你怎麼可以跟其他國家去講話 你要守信用呢 所以我們對無論大小 無論是不是自己人 或者外面的人 我們都是講信用 一切都是合作精神 什麼叫合作精神呢 就是我和你簽了條約 我們就要實行的了 如果你實行不了 我們就很特別 我們有其他方式去幫你解決問題的 包括你債務拖長一點點 如果不是 我幫你建的地方 營運權拉長一點點 讓你可以舒服一點還債 這個呢 就是很硬的規則裡面 我們就有一個游走的餘地 最近有一則新聞 我就很留意的 突然想起和處境談 就是說俄羅斯 和我們中國談的那個書器館 因為價錢談不成 西方媒體一直在那裡 就是這樣說 那這些都很順的 我真的看到內地有些媒體 或者有一些我們所說的一些 就是大V 他們不斷在那裡說 工資 工資 他們就在那裡說 這件事很不妥 你看看中國這樣做法是對的 其實在這個談價錢那方面 或者討論那方面 大家互相去合作而已 對吧 你說價錢幾高幾低 中國絕對不會少給對方 這個肯定的了 是不是有關國家利益 和戰略利益呢 我就覺得兩方面都有兼顧的 大家一起振振 今天還好 對不對 那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大家不要覺得太過緊張 說中國和俄羅斯又怎樣怎樣 有些事情談不談數了 又是誰強誰弱 說真的 我們大家都在合作嗎 難道我逼你想假嗎 我憑什麼逼你啊 大哥 就是因為你要靠我 說真的 現在全世界 包括越南 包括柬埔寨 尤其是奧斯汀說要過去柬埔寨那裡 去找找 去聊聊天 因為大家知道了 現在 就是後任的繼任人 那就是在西點軍學校讀書的 那當然掃說一下程義 為什麼呢 喂 你快點動手 麻煩你 對付中國 但是呢 在他未到呢 就做了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 習近平帶到 我們多謝中國 擺明我多謝你了 是不是 另外一個 就麻煩你快快開 民航那裡 提早開 在尼茨前 我已經決定了要開了 免得你在搞搞震 原因在哪裡呢 中國守信嘛 守承諾嘛 任何人 無論結家朋友 做生意 做任何事情都好 你始終都是希望 找一個信得過的人 去合作 你不會專程說一個 鼓鼓滑 說專程吃你的居居的人 去合作吧 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的嘛 還有有來有往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只剝削我 有時候你都給點東西給我 我們大家互相交流 這個很重要 是不是 那有沒有說 哪個大哪個小 我的國家沒有說 哪個大哪個小的 就算是斯里蘭卡 就算是 一些比較小的 一個島國 南太平洋的島國 我們都是採取 這個問題方式 你來到 就說 雨有榮煙 我不會當你是一隻 什麼 然後又放你在哪裏 老闆經常這樣做 菲律賓也是一樣的 菲律賓這次就糟糕了 是不是 絕對是 扎連司機那邊 又糟糕了 原因就是說 老闆怎麼跟他說信呢 對我來說 眼中只有國家利益 你的利益 對我來說 垃圾都不如 一國兩制 說回來 港人治國 其實 我當年我覺得 什麼一國兩制 兩制最重要 是不是 我們經歷過這個環境 但是 你犯了規 我當然要看一看實理 是不是 中央一直在這裏 對香港 都是採取協助 你要去做 喂 有這麼多東西給你 你來吧 你做吧 十四五規劃 有這麼多的情況 喂 叫那些人過來香港上市 接下來會有一波的了 我相信 大概七八月左右 五窮六絕 現在都是六絕 七脈翻身 總之 國企來到香港上市 有些大企業民企 來到香港上市 這個是可奇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 如果華為真的上市 那就真的不同了 哇 這個超大新聞 是不是 但是不知道 這一刻我靠估而已 純粹靠估 這個當我隨便便算了 那還有呢 我們採取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包容的方式 就是你在這裏 我當然尊重你的自由 尊重你的決定 如果萬一有一天 香港會跟中央說 喂不如這樣 我們補到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實在太難了 我們追隨 用社會主義 行不行呢 我相信這個 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我始終現在在內地生活 跟處境都覺得 喂 在內地生活很正啊 對不對 我用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實真的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一切呢 我們國家都是以法去治國 現在逐漸完成一個法例 那最近有網友都提我 喂 中央在金融方面呢 其實不是比西方更加先進的 目前的中國來說 其實我覺得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我們在西方的模式 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都是模仿 還有在裡面進出一些突破 當然在軍事上我們不同了 我們更加超越了西方 比如大家看到 中簡的聯合軍演 是不是 無人狗啊 無人機啊 那些 哇大家看到 咦 你軍事用銅了 喂很厲害啊 這些真的太過瘋了 那西方呢 很特別 他們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謂的人權 自由民主 這三樣東西 都是虛的 西方式 他們用什麼來包裝呢 就是用選舉 但是選舉會怎樣呢 就是撕裂 我和A關做了一個節目 有關硬格的 那大家看過的了 很明確地 這個就是會撕裂你其他自己國家 其他國家 令到你的國家裡面 出現了硬格 35年前 我們就經歷過 幸好他沒事 對嗎 那當我們沒事之後呢 我們真的要反省了 還有老美現在都還沒收手的 對於香港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深入地了解國家的殘忍 還有上一集和朱英已經講過了 我們不應該再有船主門這件事 你政府公務員退休 就麻煩你 真的退休了 下來做一個平民 那就最好 就不要說我又要去其他工營機構去做事 或者政府資助機構去做事 這個不需要了 多謝你 麻煩你 不要這麼高工 香港很不行 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就不要再大巴掌 那麼西方很多情況呢 就是拆開來 就是合法的 但是你合起來呢 你很明顯看到 是一套組合權 組合權 不是公平公道呢 絕對不是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我看到突離譜 尤其是暴風姐這樣說話 就是變成春公圖 連遠還是眼都說出來 真是很誇張 就是你這樣的法院 其實真的完全沒有意思了 變成一個風月場所 我自己的感覺 那還有呢 真是 特朗普是第一個 那肯特拜登的兒子也是第一個 那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個黨真呢 到了呢 沒有得回頭的階段 只會是你死我活 大家合作的空間 一起賺水可以 但是到了一個有政治爭執的時候呢 就是你要我死我要你亡 但是中國呢 就是一個過程裏面 我理你都傻了 我做回我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你要做什麼 有什麼不對勁 我就制裁你咯 是不是呢 龐佩奧我講過的了 下一個分分鐘是輪到奧斯丁 國務卿都被人制裁 前國務卿 那這次下一個就是奧斯丁了 我們拭目以待了 你再這樣搞一陣 或者你所謂什麼智庫 智庫那些事情 你就不用置意了 在中國裏面生存了 但是當然了 很多都是C1A的人 不去支援他們的了 那這個另計了 但是呢 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真的做到一件事 全世界是信任中國 全世界不信任美國 就算好像前一陣子 是不是 艾森豪威爾號 一樣而已 為什麼不信你呢 喂 你真的說的話 一個正常普通老百姓 都覺得你在說謊 哥仔 是不是 你哪有可能呢 這個就是一個大問題 其實現在西方的整個架構 就開始崩潰中 美國 他說呢 我們現在預備要減息了 那股市便下跌了 是不是 接著那一段時間 過一段時間呢 就告訴大家 喂 我不減息了 我可能還要加息了 那出口術 令到股市發來發去 發上發落 那現在應該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賺了很多錢 那對於老美來說呢 這個是唯一的方法了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就說老美呢 是現在整個經濟啊 整個股票市場 金融市場呢 是剩下兩個英文字而已 就是AI 其他什麼都沒有了 那一個國家 只是靠一些虛的東西 你說他還有什麼 可以信任感 可以跟大家講 是完全講不到的 老老實實 美國會怎麼發展 我跟大家 或者跟很多嘉賓 聊過很多次的 現在目前來講呢 我覺得美國 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很不行 我是想請一架廚記慶 我經常都說呢 老美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場戰爭 這一場戰爭就是敗仗 我想請教薛經怎麼看呢 你覺得他那個 剛才他輸在哪裏呢 的確是 都是講一個人言 人言為信 我覺得老美 騙了這個世界這麼多年 你霸權了這麼多年 你為什麼要霸權 那些人是信你 是信你 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他通過馬帝爾計劃 去幫助 我可以這麼說 幫助 去歐洲的重建 其實那時候呢 全世界為什麼又信你 這個美元呢 即使他破壞了 布林頓心理協議 將金本衛忽然間取消 都還有人信 即是以為他是 哇 即是這個 不會爆煲的 他不會不認賬的 那美國為什麼 現在整個美國的國運這麼差 真是回到很簡單 我們中國瑜伽的學說 你看回我們說的信 孫子剛才阿達阿達阿達也說了 人言 信 國之寶也 民之所秘也 就左轉 即信用是國的寶來的 是民以賴以為 一個叫做秘戶 孫子也說過 子貢文孫子 他說 食足兵足 民之信義 但是必不得而去 於是三者何先 就是說 如果兵足 食足 民信 這三樣東西 一定要選一樣 如果實際就很困難了 孫子說去兵 即是去軍事化 那子貢說 如果都不行 都還要選呢 他寧願沒得吃 那子貢說 如果沒得吃 他會有人死 孫子就說 至古街又死 死都會有 但是民無信不立 國將會滅亡 現在美國就是這樣 我們去食去兵 不如說軍事和經濟 金月霸權 但是他首先選的人 不是說經濟 不是說放棄經濟 不是放棄這個 這個軍事 他先簡放棄了這個誠信 這個是美國正在輸的事情 他沒有上課 沒有聽書 沒有去學國學 幾千年前孔子說了 文無信不立 現在為什麼他這麼亂呢? 他們出現這麼多問題 很多就是他們每一任政府 為了騙選票 去那些所謂的政綱 選之前趕到天花龍 選了之後 什麼都不做 唯一一個人 特尼普反而是這麼多屆的總統 似乎他是做了最足的 就是說他的競選政綱 他說了的東西 他真的有做 雖然那些都是比較淋浪一些 比較傻一些 但是他都有做 那不可以說他沒有做 但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 好像英國也是 就是了 騙你的BNO去 又說5加1 接著5加1 又加了這麼多東西 人家說你沒有錢 沒有錢就沒有了 到時五年之後 給不給你一回事 但是之前不是這麼說的 你叫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救生艇 這裡是一個 你們被人迫害 快點來 快點來 來到發覺人家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就叫你不要來 再來說 不如你去龍王搭住一下 那這些就叫做民無信不立 誰信你呢 那整個金融霸權 都是這樣的信任 那個信用 你沒有了信用 支撐 敗仗以路 你的軍事沒有了信用 就是說 為什麼 鄉格里拉那個 上面那個大陸的對話 奧斯汀這麼緊張 抓住我們中國的董軍 是 我開會去 你講一大堆 他講一大堆 最後唯一一個 他是叫做爭取到的 成功爭取 中國說 你有事就打電話來 那我都會聽的 他說這樣就好了 你肯聽得 為什麼呢 中國這麼冷待 他這個什麼前線的軍事人員 在危險關頭 一定要有溝通 因為我知道你 你這個人信不過 你打電話來我說 隨時你在裝一些核燃料 你已經準備射我 你也打電話來說 你不要想多了 我絕對不會想著動用核武器的 一定不會 你說中國信不信他呢 我中國說了不用 就一定不會用 這樣東西是沒法保證的 我觀察你這個國家 你這個國家做 一向而來 是不是真的 說得出一道 而老美 你一定要被 死攬著腳大腿 你聽我的電話 因為我要打電話來詐騙你 我搞一樣東西吃飯 我有什麼事 我不打電話 就是那些騙子 是吧 KK員打電話來 你不接他的電話 他更生氣了 你聽聽電話 我真的不是騙你的 你放心 他打電話給你看 他是電訊詐騙犯 就是這樣 他不斷叫你聽 你聽 我看三字頭 你現在又 又加零 又加零 你不聽 他目的就是這樣 他電訊詐騙 要聽電話 這個就是老美 現在他的敗仗 真的是小讀書 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文化 不是趨回來的 包括現在西點軍後 那個書單 都要買那個武經七書 即是孫子兵法 那你就看了 其實孫子兵法 你要看得明白 你先把分譯了白話 白話再轉英文 英文你才可以問 那你文言文 你轉白話 已經目的打過七折 六、七折 跟著你又中文再轉英文 又打過七折 那我不知道他學來做什麼 你不是臨骨抱佛腳 買本英文版的孫子兵法 你就知道中國人想什麼 你很長時間想不到 我覺得這個幾千年的文化 有很多東西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路線上談 各知根本 各知保養 但是如果你想想 我們現在中國 是不是真的按著這條路走 我感覺的確是 真的按著這個 兵足食足文訊 必不得而而去之 先去兵 後去食 再去兵 是不可以這樣反過來的 那我覺得美國現在 敗退的那個衰敗 主要是它的體制問題 現在它這個國家領導人 代表國家出去做很多事情 都是為了自己的選舉 它的選票 滅機不是為它國家利益 所以它選什麼都沒有所謂 它去什麼都可以 總之有它的選票就可以了 總之我過到這關 我的利益集團可以堅持到 我找到我的 我跡去拜登的上面 說我還沒選到一個儲君 你頂多幾年先 我培養到一個儲君出來 你就可以收工了 所以它才能頂 你猜它為什麼 它幾十歲的人 它自己都知道有多少 它做很多陰執事 滿受鮮血的人 它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長命百歲 那它都要出來做 它不是為自己的 它真的不是為自己的 它是為了交功課 老闆要你做的 它還沒找到一個接任 能夠承繼這些 找到一個賀錦麗 它本身就是自己的 找一個比較聰明的 它又怕 它怕什麼呢 怕它的老耳 會覺得自己 找一個傻的 嚇一嚇出來的 這個沒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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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所以它整件事搞成這樣 它現在為了選票 這邊又不敢得罪魷魚 但是另外它那些選民 它很多伊斯蘭的選民 少數族裔 還有一些年輕人 個個都拆了天 就算你的主要傳媒不播 我們一樣會看到的 這個社會有TikTok的 有X的 看到了 已經是炸了天的 那些學生已經覺得 這個國家沒有了信任 那你口實就教的 他說我輸的 我教授 那些港師教我們 要信 要誠信 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是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做人權 但是有一幫人 是沒有人權 沒有民主的巴拉斯坦 被你這樣去壓迫 不斷地去屠殺 但是它的國家 竟然還要去送武器給人去炸 說這些話說 哎呀 我叫他不要做的了 我現在就暫停 不給那些二千公斤炸彈 我給那些五百公斤的 這些是誰信你啊 就是這個沒有信用 但是他全部的東西 就是為了選票 但是他為了選票 但是他為了選票 就說由於人就泵水 給他買選票 但是呢 就是那些選民呢 又不妥他 做一些這樣的滅領性的事情 搞到現在他呢 一時就要哄一邊 一時就要哄那邊 但是你說 美國 貧林一個叫做內戰電源 好像那套戲那樣 《色的窩》 那我相信是 有一天 什麼時候我不知道 我沒有這麼厲害 可以猜到 但是現在他這樣走下去呢 就是因為你不信我 我不信你 那套戲很多的橋段 我覺得都是 其實那個重心都是在說 當時美國的美國人 已經不再信任任何人 因為名額太多 那那一天 我們是不需要 打到他去本土的 我想他自己會分解 分解變成USA USB 那有C-type 有USC的了 已經出到C-type的了 那他變成USA USB USC 那不知道會不會有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 更無誠信 他就會文蒙信 不難 大學長交給你 孫子兵法 其實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那個時候 英國的二致名將 蒙光馬尼 訪問我們中國的時候 曾經跟我們的 毛澤東主席 有提過 建議世界的軍事院校 都應該把孫子兵法 作為教科書 那現在 就是那時 其實美國國防大學 西點軍校 海空軍指揮學院 都將孫子兵法 列為戰略學 和軍事理論的一本必讀書 那這本書其實 我覺得西方是有學 學到什麼呢 學到術 但是學不到那個道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因為有術和道 術是小技巧 我們怎樣運用 譬如好像我們的 風林火山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孫子兵法 裡面出來的 但是 你作為孫子兵法 你有一個最重點的 就是怎樣令到上下一心 還有你在做的事情 你不是要發動戰爭 而是你最重要的是 避免去發動戰爭 這個是最重要的 老美有沒有學到呢 學不到 我自己看到 老美無論他們學到什麼 他們都是針著一些 枝微細緻 當然枝微細緻 你可以研究得很深 譬如好像芯片一樣 這個是重點來的 中國人以前的智慧 比較大而化之 都是一樣的 我這樣做 但是當我們鑽研了下去 喂 這樣就不同說法了 以前科技時代 我們當然要讀多些書 孔晚精神 因為是一個 比較和平的一個年代 還有中國基本上 就可以自給自足的 基本上是當年 但是現在當然不行了 十四億人口 我一定要跟其他國家合作 既然這樣 我們怎樣做呢 怎樣面對現在這個世界呢 其實 我覺得 我們的國學 是應該重新再推廣的 楚姬入世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節目 希望帶給大家更加多的智慧 我就很喜歡楚姬兄 就之前跟我們經常講佛學的 由佛學去分享一下 咦 嘩 對不對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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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不敢 沒有說不敢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的 我自己不是專家 我相信我們沒有人是專家 但是我們看某些事情 我們還有自己的體會 而這些體會呢 正正可以 可以說是管見或者是動見 但是這些管見和動見呢 有時候是有些真理存在的 對某些朋友來說 沒有說完全對或者完全錯的 只是參考而已 是吧 譬如我覺得孫子兵法 是現在這樣的理解 但是有很多人其實用在雙戰 用在其他地方 但是對於待人處事都是很有用的 人和人之間相處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為什麼要跟你爭鬥呢 我最重要的就是怎樣合作 怎樣可以避免戰爭的發生 密加都是這樣的 非公思想其實都是一致的 你當你一有打仗 你只會身靈淘汰 但是現在美國是利用戰爭去令到全世界 身靈淘汰而令到它自己一個國家獨大 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它用錯了方向 一本書用得好 你就會令到人民生活得更加好 一本書用錯了就會令到人民身靈淘汰 這個是必然的 那現在世界上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當西方的整個價值觀開始崩壞的時候 中國的價值觀就是取代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看到對於歐洲來說 現在已經很明確地表示 我不會跟美國去制裁中國 或者用加關稅這條路呢 去令到中國搞不定了 那對於美國來說 就是耶倫所做的事情 都是變成一場笑話而已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耶倫一直都在G7的財長會議上高 他跟其他國家的財長說 喂 你們一定要用關稅去制裁中國 你不可以令到中國再崛起 那中國是不是崛起 無論你加不加關稅 其實中國都是崛起了 你以前本來幫你們去提供原材料的國家 現在每個國家都是逐漸發起了 跟中國合作的大行動 無一是會跟你美國走的 因為跟你美國走 我們試了這麼多年了 每次都被你找笨的 那我現在不找中國 找誰呢 是不是 朱京 時間差不多 還有總結好不好 朱京 交給你 我們是偷的 我們是騙的 我們是說謊的 兵者鬼道也沒有錯 但是你一定要看道德經才行 兵乃不祥之氣 非不得而不能用也 所以就說一個術一個道 他不單要看宣傳兵法 看道德經這個世界可能會更加安全 好 今天說到這裡 大會長 完全同意朱京的看法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朱京頻道 還有大會長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